龚丽逛微风打哈欠 深夜叫饿吃涮涮锅 我很喜欢睡觉 我睡觉的时间一定要超过十个小时 龚丽对于睡眠质量的要求比天高 风尘不顾来才参加金马奖 难免累着 人前脸上堆满了笑 恐怕全是须有其表 要不跟他去逛街瞧瞧 我刚才怎么了 刚刚中了罪恶毒的面目全非小鼠 你很危险 还好我及时用四川饮酒的绝拳 换我票票拳 嗨 龚丽姐影后你好 哎呀 龚丽同事嘴好甜啊 直接先进巩俐为影后呢 他虽然以秋菊打官司 早早轮威尼斯影展最佳女主角 登上国际影后的宝座 其后不少筷子人口的作品 令影迷印象深刻 非常深刻 但收视群最大宗的还是 秋香姐 没错 台湾乡名应该最熟悉的是 她在唐波湖点秋香里的秋香姐吧 天啊 龙翔电影台播几次就看几次 至今看过八百零一便有了吧 让你演的秋香姐家喻互相 哦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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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很少来台湾的秋香姐 就算贪睡也不可能这么早回饭店休息吧 她想去台湾拿笔饭玩吗 我没想吃点东西 还没吃饭 龚姐来一张好不好 哎呦 巨星就是巨星 人真nice 她慕名来到明星最爱的橘色涮涮锅 人家有信心吗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苹果鱼浪爱走红下前一定要睡饱啊 报导